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哥阿奔频道 在之前的节目中啊 我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咏村实战的视频 在那些视频中啊 很多的咏村大师 功夫大师啊 都被Kill掉了 根本没有实战能力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啊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咏村的实战能力究竟如何 据说咏村这门拳法是由一名女子所创 后游叶问啊将其发扬光大 因为叶问又是李小龙的师傅 所以说啊 后面的民间大师啊 纷纷的去练这样的一个功夫 你说什么 我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 那些练咏村的功夫大师被KO的场景 那么首先第一个出场呢 就是我们的咏村大师于昌华 这场比赛啊 我们之前南部已经介绍过啊 这个永村大师不敌人家单手练搏击的 被KO掉了 那么赛后还说自己没吃饱啊 非常的丢脸 那么第二场比赛啊 是于昌华的土地啊 叫做丁浩 他也是练永村的啊 我们说有其师傅必有其土地啊 那么师傅什么样 那么土地啊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场比赛啊 得益于这个定号啊 身材壮一点啊 还能坚持一会儿 但是最后啊 还是被一脚KO掉了 这个阿虎啊 是练搏击的啊 他就认为这个传统功夫 永村啊 是假的不能打 那么这些练永村的假大师啊 果然是被KO掉了 坏了这个传统功夫的名声啊 我们再来看第三场的比赛啊 也是一位练永村的大叔啊 没想到一个鞭腿啊 就直接投降了啊 所以说啊 这些永村大师啊 真的是不行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国外练永村的这个一个场面 我们看到啊 国外对中国的永村权啊 非常的崇拜 可能是受到这个李小龙的影响啊 究竟这个永村权啊 实战能力如何呢 有没有实战能力呢 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看几场这个永村权实战的案例 那么首先第一个是 一个几十年前的一个比赛啊 也是练这个永村的大师啊 跟一个泰拳的比赛 那么我们看到永村大师啊 穿着背心啊 个子比较矮的 那个叫永村大师啊 我们看到他攻击非常的犀利啊 速度非常的快 这个泰拳啊 已经被打得有点梦圈了啊 他这个是永村加自由搏击啊 综合起来的 我看到啊 最后一击啊 直接KO掉了啊 最后永村权啊 获胜了啊 这个是很久以前的一场比赛啊 看来永村还是有实战能力的 在几十年前就有实战能力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场 第二场啊 是一位老外练的这个永村权 穿黑衣服的啊 我们看到他摆着的架势啊 也是这个永村权 这位光着身子的 是一位不击运动员啊 可能啊 是由于双方的这个体重原因啊 级别原因 我们看到练永村的这位大师啊 身体非常的高大 非常的壮 而练那个不击的运动员啊 身材比较矮小瘦弱 所以说啊 两个不在同一个级别 那么这场比赛啊 即使永村赢了 可能也是赢的级别上面啊 因为练搏击的这位选手啊 没有任何优势啊 踢也踢不动 打也打不动 不在一个级别上面 所以说啊 这次这个永村赢的这个搏击啊 也是 理所当然 最后直接把被打晕掉了啊 好的 进行第二次切除 一个鞭腿啊 再加一个啊 后面是手下留情的啊 那么不击运动员输了比赛啊 我们再来看第三场这个永村比赛 这是台湾的选手啊 叫做陈志晃 他是练这个永村的啊 据说非常的厉害 他也是和一名这个不击运动员啊 在这个铁笼里面进行比赛 穿白色衣服的就是永村大师陈志晃 据说啊 在台湾非常的有名啊 也非常的有实战能力啊 我们看这场比赛啊 也是非常的经典 这个陈志晃大师啊 这个速度非常的快 永村的架势摆的也是非常的正 穿黑衣服的不运动员啊 也是非常的灵活啊 速度也很快 但是这个永村拳啊 还是略胜一筹啊 一个摆拳直接将其击倒 KO掉啊 没有爬起来啊 然后后面还准备去给他补一拳 但是被裁判拉开了啊 不然这个博弈运动员直接要被KO掉了 被称为台湾李小龙啊 非常的厉害 那么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场 那就是永村拳大战啊 来自澳门的永村拳大师 比赛正式开始 查理啊 第一回合开始 我们这位永村拳大师叫做黄海刚啊 另外叫做查理 双方都在试探 这时候我们的永村拳大师黄之刚啊 黄海刚啊 直接一个一脚直接将对方踢出去了啊 太厉害了 这一次这个永村拳啊 但是太厉害了 漂亮 一拳一脚直接将对方 踢都不能动了啊 高手先出两招就已经可以看出 已经踢中要害了啊 因为不能比赛了 失去的比赛能力 失去的战斗能力 踢到了 肋骨了 应该是踢到肋骨了 可见啊 这个永村拳的实力啊 是非常强的 那么练永村啊 我们也是看人的 有些是假大师 根本没有实战能力 像这样的永村大师啊 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从前面三个动作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位大师肯定不简单啊 只用短短的几秒钟时间 就击掉对手 最后啊 我们的这个永村大师 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你觉得永村拳实战厉害吗